我的青梅突然叫我去医院 说她怀了我的孩子 她特地跟我说 今天要穿好西装 来医院给我一份大礼 当我出现在医院门口的时候 青梅柳如烟却是大笑着 对一旁的男闺蜜嘲讽 看见没 她还真穿着西装 手里居然还拎着 专门给孕妇吃的坚果与甜甜圈 她过来了 你们答应我的名牌包包 现在下单把青梅柳如烟看向我 一脸嬉笑 苏玲 这么离谱的一个玩笑 没想到你居然还当真了 我沉默地看着 嬉笑的青梅柳如烟 以及她身边的男闺蜜 并没有说话 在一旁的男闺蜜笑嘻嘻地说道 还真是甜狗啊 柳如烟哪怕说得再离谱 她居然也相信 更多的男闺蜜 也还在笑着 我是柳如烟忠诚的甜狗 哪怕柳如烟再怎么来侮辱我 我都会跟个牛皮高药一样 紧紧地贴在柳如烟的屁股后面 但他们不知道 我真的要陪爱人 在这家医院当中产检 我知道 今天的一切 又是柳如烟 想要看我出丑的赌局 那些男闺蜜 输掉了一个爱马仕包包 正疯狂地对着我 做出鄙视的动作 侦探娘的就是一只甜狗 傻逼 居然害老子输了一个包 她看不清 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吗 碰都碰不着 还妄想跟柳如烟有孩子 傻逼吧 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那些人笑得肆无忌惮 但我却早已经麻木 无懂于衷 这时 有人看见我手中 带着的那一份坚果 与甜甜圈 这个傻逼 不仅信以为真 怎么还买了这些 给孕妇吃的坚果与甜甜圈 正好 等了那么久 肚子也有点饿了 苏玲 把这些东西拿过来 给我们垫垫肚子 我将手中的坚果 与甜甜圈护住 一脸坚定地摇了摇头 这些东西 不是给你们的 是给我爱人的 那些男闺蜜们 对我狂翻白眼 眼下孝敬我们的时候 居然还假装不愿意了 不就是一些破烂坚果 和一堆不值钱的甜甜圈吗 这种东西 能给我们吃 都算是你的福气了 苏玲 赶紧给我们拿过来 我的表情逐渐变得 认真了起来 我说了 这些坚果和甜甜圈 是给我爱人 在产检的时候 补充能量的 我的爱人林若若 还在娘家那边 我只是提前一步 到了医院 柳如烟痴笑了一声 嘲讽地开口 苏玲 你还在矜持什么 赶紧拿过来 其他的那些男闺蜜 立马就是讥讽了起来 傻逼 你不是愿意舔如烟吗 现在机会来了 你怎么就不知道抓住呢 我与青梅柳如烟 早就已经是 有半年没有联系了 早就已经是 对柳如烟彻底失望了 我不想再理会他们了 直接就想大步 跨进医院当中 然而那些男闺蜜们 却是直接就将我拦住了 柳如烟大不得 就走到了我的面前 犹如女皇一般俯瞰着我 苏玲 我吃你东西 是给你面子 你不要把我现在的 好心情弄毁了 不要给脸不要脸 柳如烟说着 一脸嫌弃地摇了摇头 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眼神无比的冷力 柳如烟以我为赌局的事情 我昨天就已经是知道了 二 在昨晚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柳如烟发给我的几句语音 之前与柳如烟的聊天记录当中 她向来都是对我恶语相向 结果昨晚 柳如烟发给我的语音 却是温柔无比 苏玲 我好像怀了你的孩子 明早九点 记得在中心医院门口见 哦 我还希望你能穿得隆重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了 要不是因为柳如烟发我信息 我早就忘记了 她还在我的通讯录当中 我们已经是有半年没有联系过一句话 我早就已经是有了爱人 且我的爱人已经是怀了我的宝宝 已经有了三个月 我反手就是拉黑删除一条龙 但我明天确实得去一趟中心医院 因为我要陪着我的爱人林若若 去复查一下肚子里孩子的情况 删掉柳如烟后 我心血来潮地刷了一下朋友圈 就在这个时候 我在朋友圈刷到了一个柳如烟男闺蜜的朋友圈 这是一个视频 在视频当中 正是柳如烟泡在温泉当中的视频 一旁一个男闺蜜柳如烟 苏玲娜的甜狗都半年没有联系你了 是不是有心欢了 柳如烟犹如一头白天鹅一般抬起头来 不可能 苏玲那个傻逼追了我十年的时间 不可能会有心欢的其他的男闺蜜 纷纷露出不幸的神色 柳如烟随意地摆了摆手 这样吧 我和你们打一个赌 我就和苏玲那个甜狗说我怀孕了 让他去中心医院 怎么样 有人顿时就笑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 苏玲就算是个傻逼 也知道你和他半年没见了 都碰不着你 他怎么可能相信你怀了他的孩子 柳如烟只是高高地抬起了他的脑袋 就犹如一头黑天鹅一般的骄傲 苏玲向来就是我的甜狗 他都这么久没有见到我了 无论我说什么离谱的理由 他都会像一只哈巴狗一样的跟过来 其他的男闺蜜纷纷是叫喊了起来 要是苏玲那个傻逼真的过来了 那我们就给你买一个爱马仕的包 朋友圈当中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在看着那个男闺蜜的这个朋友圈 眼眸微微垂下 那个男闺蜜也怕我真的会到医院门口 让他们损失一个名牌包包 买一个名牌包包的钱可不少 所以就特地设了一个仅我可见的朋友圈 我看着柳如烟那一脸自信的模样 指甲盖都被捏得有些发白 曾几何时 我爱了青梅柳如烟整整有十年的时间 在十年的时间内 只要是认识我们的两人 都知道我有多么地爱她 柳如烟想吃魔都的肉松青团 我就千里迢迢地飞到魔都 去为她买上最新鲜的那一份肉松青团 当她不开心的时候 我也会扮作一个小丑 来逗她开心 我的心一阵阵地抽痛 我把手机吸屏 在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之后 彻底失望地摇了摇头 这就是我爱了整整十年的青梅柳如烟 青梅柳如烟 每次都感觉到无聊的时候 都会来找我取乐 让我来当做一个小丑 现在 她早已经是不满足一个人找我取乐了 只有更多人一起嘲讽我的时候 我的青梅柳如烟才会更加地开心 可是 我没有告诉柳如烟的事 在我们这半年没有联系的时候 我早就已经是有了真正的爱人 我还与我真正的爱人之间 已经是有了爱的结晶 既然早就已经是有了真正的幸福 我又怎么在与柳如烟 有任何的纠缠与瓜葛呢 我看着拦在面前的那些男闺蜜们 就打算绕道走 进医院大门 可不仅仅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可就在这时 柳如烟直接就一手把我给抓住了 苏玲 你的这一份欲情故纵 倒是玩得够溜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东西 不就是想要演给我看 让我后悔吗 你的这种把戏 我早就已经是用逆了三 我在看着柳如烟的这张脸 我只觉得失望与难过 是什么时候 柳如烟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只记得 当初在学校当中 我每次在跑完一千米之后 他总是会拿着矿泉水 静静地站在终点 风吹半下 这始终都是我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我摇了摇头 就强行挣脱了他的束缚 刚刚想要离开这里的时候 又被那些柳如烟的男闺蜜给拦住了 柳如烟一脸的震惊与哑然 他万万没有想到身为舔狗的我 居然会这么做 苏玲 你还没装够吗 现在赶紧把你袋子里面的坚果 和甜甜圈拿出来 我都要饿死了 你要是在这样子 就别怪我以后一辈子不理你了 柳如烟说完之后 他已经是高高地抬起头 静静等着我的道歉了 每次 只要这样来威胁我 我就必然会妥协 无论柳如烟提出什么不合理的要求 我都会来满足他 可我早就已经不打算继续灌着柳如烟了 我说了 这些坚果和甜甜圈 都是给我怀孕的爱人准备的 我一字一顿地开口 将我怀中的这些零食护在了怀中 这个甜甜圈是特殊口味的 这种口味的甜甜圈基本一抢而光 为了买到这个特殊甜甜圈 我整整是预定了二十天 才预定到的这种口味 柳如烟彻底地炸毛了 他的目光阴冷了起来 爱人 你哪来的爱人 行了 演过了就没意思了 赶紧给我拿过来 其余的那些男闺蜜同样哄笑了起来 不就是坚果和甜甜圈吗 看他宝贝的样子 南部城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说不定是给柳如烟的情书 哈哈哈哈 甜狗还真是甜狗 赶紧让他打开看看 柳如烟在听着身后那些男闺蜜们的开口 也越发得意 没听到我朋友们说的话吗 还不赶紧打开 反正你丢脸也不是第一回 能让我朋友高兴 是你的荣幸 他说着 直接上手抢过我手里的东西 我生气想抢回来 却被他的朋友直接推开 干什么 送出去的东西还想要回来 还是不是个男人 柳如烟严重也闪过了一丝不屑 他算什么男人 哪能跟东哥比 两人一唱一鹤 男人得意 舔狗就要有舔狗的自觉 他当场直接搂住柳如烟的腰 看到没有 舔了这么多年 你连如烟的手都没有碰到过吧 他也配 一条舔狗而已 我让他往东 他都不敢往西 柳如烟当着我的面 直接扯开我的礼物 我冲上去 却被男人一脚踹在膝盖 别碰我的东西 我被踹的单腿跪在地上 目自欲裂 却惹得所有人大声笑起来 不就是几个甜甜圈吗 我还以为是多珍贵的东西 他们直接把东西倒在地上 我想冲上去阻止 却被两个男人按住 柳如烟一脚踩在我的甜甜圈上 这种垃圾的东西 也配送给我 你这个甜狗 当得越来越不合格了 他语气一顿 似乎想到什么好玩的事 不如这样吧 苏灵 我可以原谅你 不过这地上的东西 你要跪着把它吃光 怎么样 柳如烟抬手让两个男人松开了我 其他人也来了兴趣 这个主意不错 我们一人再补上一脚 说不定味道更好 几人边踩着 边哈哈大笑 苏灵 快来啊 你不是喜欢当甜狗吗 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我从地上爬起来 心都在滴血 这可是我五点起来 拍了好几个小时的队 才给我老婆买到的 毁坏他人财物 这件事我会报警处理 我拿出手机 正准备报警 柳如烟却过来 躲过我的手机 直接摔在地上 行了你 我给你脸了是吧 还装上瘾了 一会儿说你有什么爱人 一会儿又要报警 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眼里闪过厌恶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有本事就把你的爱人叫出来 大家看看 不然就跪下 把这些东西吃干净 否则 以后你也别想我再理你 柳如烟眼里夺了几分之在必得 以前他也用这种话威胁过我 百事百灵 但那时是我喜欢他 太怕失去他 在他面前总是恨不得把自己递到尘埃里 苏玲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快点选吧 其他人也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甚至有人拿出了手机 我赌他会跪下吃东西 毕竟现在人家哪里去给你们找个爱人来 快点吧苏玲 别浪费大家时间 不然就要失去当舔狗的机会 落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下跪 不要尊严的向柳如烟妥协 我攥紧双手 正要开口 这时 一只柔弱无骨的小手 忽然从身后抓住了我 你们刚才不是说要看我吗 我就是苏哥的爱人 怎么 谁有意见 四 苏哥 抱歉 我来晚了一声轻软动听的声音 就在我的后面响了起来 我微微抓紧了那一只柔软无骨的小手 一袭黑裙翩翩的林若若 缓缓地走到了我的身边 各位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导致你们一直不断地推丧着我的丈夫呢 林若若的出现 外加上大批的保镖们的现身 立马就吸引来四周大量的观众 他们在看到林若若的时候 纷纷是倒吸了一大口凉气 林若若 好像就是他 我昨天还刚刚看过 那个百大企业杂志 那些男闺蜜 在看着这些大量的黑色保镖 微微缩缩地向后退去 就算是刚才还嚣张无比的柳如烟 一时之间也被吓住了 我在看着沉默下去的柳如烟等人 并不打算继续与他们纠缠下去 这些人 并没有资格可以让我为他们多花时间来处理 眼下 最为重要的 还是我那已经有了三个月身孕的爱人 若若 我没事的 你有了宝宝 就不要生气了林若若极为自然地 就将头靠在我的肩头 轻轻地说了一声问 就这样 我牵着林若若小步地就朝着医院产检科的位置走去 只是当我回头看去的时候 发现柳如烟的面色有一丝疑惑 更有阴影的愤怒 我有些不能理解 柳如烟有什么好生气的 应该是我才要生气 是他们撕碎了我拿过来的零食 再到产检科后 我们挂的是专家科 我们直接进去就能外体检 我看着在坐着各项指标的爱人林若若 眼神当中不由流露出了一丝宠命 只是在进行产检第二大象的时候 不能有外人在场 我也就只能出去等着 在科室的外面 有那些黑衣保镖在 我还是很信任他们的 我索性就走到了一处通风的窗户前面 只是一眼 我就看见了站在底下的柳如烟 能隐约听到他们交谈的声音 柳如烟正站在原地 满脸的阴沉之色 其中一位男闺蜜开口询问了起来 苏灵那个舔狗 不会还真的在这半年的时间当中 找到了一个老婆 并有了一个孩子吧 另外一人赶忙接话 这明显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苏灵舔了柳如烟 整整十年的时间 心事不可能放得下柳如烟 在听着男闺蜜的话 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找人演的 请了这么多人 肯定是花了不少钱 来骗我 还真是舍得 一个舔了他十年的舔狗 怎么可能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 找到其他人结婚 并且还有一个宝宝 想想都不可能 尤其是他都不清楚 苏灵到底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柳如烟黑着的脸 逐渐好转了起来 我记得今天好像是苏灵他爸爸 还是他妈妈的生日 他不是喜欢骗马 正好我们两家 还算是有点交情 正好在他家人的生日宴上 当场拆穿他的这拙劣谎言 我看他还要怎么圆 呜 我听着底下柳如烟的声音 眼底进阶都是一片失望之色 这个时候 我爱人这边的一位保镖 他端过来一杯卡布奇诺 苏总 这么早 喝点咖啡精神一下吧 我接过这一杯咖啡 淡淡的晨光正打在上面 底下的柳如烟 还在怒气冲冲地等着我出来 我忽然想起 在大学时候 柳如烟第一次喝咖啡 那是柳如烟的一个男闺蜜 特别喜欢喝咖啡 柳如烟则是天天 跟在那个男闺蜜的屁股后面跑 柳如烟为了迎合男闺蜜的口味 也尝试喝其他的咖啡 但就是一直被苦得一直吐出来 一点都喝不进去 于是 为了找到他起码能够喝得下去的咖啡 就让我也去喝咖啡 我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喝咖啡 苦涩至极的咖啡 在让我喝下去之后 整个味都在抽抽 并直接吐了出来 柳如烟用指挥般的语气开口 你都已经是追了我这么多年了 对我的口味肯定是很了解的 要是能够找到 让我喝得下去的咖啡 那我也不妨与你交往试试 我当时是真的很开心 我连续好几天买了不同的咖啡豆 就为了来品尝 能让柳如烟喝得下去的咖啡 我真的太喜欢柳如烟了 不仅仅是青梅的关系 而是因为从小 他就是我的白月光 在某次那一千米的比赛下 柳如烟一身白衣飘飘 手拿着矿泉水的场面 深深的就烙印在了我记忆当中 我之后就是对柳如烟白衣百顺 可是之后我朝柳如烟表白 他却说只将我当成哥们 一直都没有想要和我交往的意思 这一次是一个好机会 我一定要把握住 有些咖啡豆的价格还极为昂贵 以我当时的存款 甚至都没有钱去买那些咖啡豆 没有钱 那我就只能去借款买咖啡豆 之后再打工还款 结果在当我是出来之后 柳如烟就已经是 与那男闺蜜的关系破裂了 直接就是将我精心挑选出来的咖啡豆 给直接倒在了地上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狠狠地羞辱了我一番 我曾想过 如果以后不能喝柳如烟在一起 那么我以后就等他在结婚后 再找其他人结婚生子 但是现在 明明已经是有了半年没有联系了 然而 仅仅只是出于一个玩笑 柳如烟就能耍我一顿 我在柳如烟的眼里 就这么的廉价吗 还好 我早就已经是看透了柳如烟的真面目 早就已经不想继续等着柳如烟了 疲倦了 就到此为止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柳如烟会一下子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是说他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太善于伪装了 很快 我的爱人林若若就已经完成了产检 宝宝在肚子里很健康 我对此也很开心 没有什么比林若若安全 以及他肚子里的孩子健康 都要重要的事情 下楼的时候 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的爱人林若若 林若若也很欣喜地依偎在我的怀里 抱歉啊 我来晚了 早知道应该让你带几个保镖的 这样也就不会那些人纠缠了 我只是轻轻用手抚摸了一下爱人林若若的头发 没事的 这都是我想早一点过来接你 四周的那些黑衣保镖则是在外层护送着我们离去 在走出医院的时候 我就看见了那面色阴沉着的柳如烟 我并不想让我的爱人林若若看见他 因为依柳如烟的这个性格 肯定会把林若若惹生气 林若若已经是有了我们爱的结晶 怎么可以在这期间内生气呢 我就打算避开这个让我讨厌的人 对面的柳如烟却主动走上前来 结果直接是被大量的黑色保镖给拦在了外面 他高傲地抬起头 目光如炬 仿佛一位女王在审视他的臣名 苏林 我知道你在演戏 要是我记得没错的话 今天是你爸或者你妈的生日吧 你说 我要是当着叔叔阿姨的面 说你找了的连他们面都没有见过的媳妇 你猜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我的目光愈发地冷立了起来 但在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 我身边的林若若就大步地站了出去 今天是咱爸的生日 我的丈夫好像不太喜欢你 但咱爸的生日我肯定会过去的 但如果你要是执意想要为咱爸亲生的话 那你完全可以去强盛酒楼 我们已经包场了 我只是淡淡地拉了拉林若若 林若若就乖乖地退到了我的身后 如果让柳如烟跟着一起去 那就必然会让林若若不开心 我不希望我的爱人不开心 若若 算了 我们走吧 不要跟他们继续纠缠下去了 柳如烟直接就是听出了 我言语之间的退缩之意 毫不留情地追击 苏林 你找的这个演员 倒是比你更有信念感了 六 柳如烟可知道强盛酒楼是什么 那可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奢华的酒店 只有非富极贵的人 才能进去消费 苏林 你也别继续装下去了 你舔了我整整十年的时间 你压根就不可能找其他女人的 林若若握着我的手 都用力了那么几分 她在看向柳如烟的时候 整个面色都冷漠了不少 我知道你是苏哥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但是 我发现你压根就不配成为我丈夫的朋友 另外 现在我就是苏哥最爱的人 林若若说着 直接拉着我的手举了起来 正是在宣示着主权 我也顺势拿出了刚才医院的报告 直接让身前那些黑衣保镖 递给了柳如烟 柳如烟 结果这个医院的体检报告 就不屑地将这一份体检报告 直接就是丢了出去 苏林 你认为我是傻逼吗 像是这种医院的体检报告 在购物平台上不是一买一大把 我现在做的越多 在柳如烟的眼中 那就是更多的掩饰 柳如烟充分相信着她的猜测 认为这些人 都是我雇佣着过来表演的 我摇了摇头 像是柳如烟这种人 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 可以说得通了 若若 我们走吧 林若若开过来的是一辆麦巴赫 我们大不得就踏入了其中 其余的那些黑衣保镖 则是各自钻进了 一辆又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内 柳如烟有些呆饿的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这一辆麦巴赫 以及那些黑色的奔驰车 这演戏的排场 有些太大了一点吧 其他的男闺蜜们 忍不住地开口了 那一辆麦巴赫 以及起码十数辆的奔驰车 就算是租一天 那也起码要数万不值吧 这个田狗 把这半年的所有钱 都砸在这上面了 说他傻逼 还真是傻逼 居然把钱花在这些 华而不时的东西上面 柳如烟看着那些 逐渐起步的车队 振臂一呼 走 他们不是说 在强盛酒楼包场了吗 那我们就去强盛酒楼 看看乐子去 我们乘坐的 首辆黑色麦巴赫 开在最前面 我看着越来越接近的 强盛酒楼 脑海当中 下意识地就浮现出了 之前为柳如烟 请生的场景 在那个时候 柳如烟家包了一个小包厢 所有的朋友 都被邀请了过来 但我偏偏就是 没有在这个名单上 我当时很爱柳如烟 依旧是硬着头皮进去了 柳如烟也依旧是 邀请我进去 只是没想到 我在进去之后 却成为了众人的 取消对象 在完成最后的 落幕仪式的时候 被各种的蛋糕砸 当时 我浑身上下 都被沾满了 各种各样的蛋糕 全身都污住不堪 我就成了一个靶子一样 被其他人疯狂地 用蛋糕砸 柳如烟在看着我这个丑样 在旁边笑得是最欢的 麦巴赫已经是停到了 强盛酒楼铺展的红毯前 而司机已经将我的车门 已然是打开来了 我的思绪 也逐渐地被拉扯了回来 从半年前 我就认识了 与我真正相爱一生的爱人 林若若 爱 从来都不是一味的付出 而是相互付出 相互给予 相互依偎 我的脸上 已经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了 真正幸福的笑容 我缓缓地走下了麦巴赫 各种礼炮纷纷打响 走吧 让我们好好为咱爸庆生 咱爸可不知道 我们已经有孩子的事情 这正好可以给他一个生日惊喜呢 林若若无比轻力地挽着我手臂 就这么走入了强盛酒楼 恭迎林小姐 恭迎苏先生 两排站得整整齐齐的李仪小姐 齐声开口 我大步地走在前方 林若若则是依偎着我 在强盛酒楼当中 我和林若若所有的亲戚好友都在其中 我爸正满脸的春光 我妈也正在一边含笑看着 当我爸妈在看到我和林若若到来的时候 脸上展露出来的笑容更加灿烂了起来 来来 快过来 刚才若若爸都跟我说了 没想到若若已经都怀了一个大宝贝了 走在最后面的柳如烟 则是传出了一阵难以置信的声音 这 怎么可能 在这里的所有宾客的目光 都齐聚到柳如烟身上 叔叔 阿姨 这里 真是你们的生日庆典 柳如烟止不住地再次惊呼了起来 气 酒楼内 我爸妈在看到柳如烟的时候 两人的笑容都直接拉了下去 他们以前是很看好我和柳如烟两人的 可是柳如烟在这么多年的胡作为非下 也都被我爸妈看在眼里 我爸大步一跨 站了出来 他直接没好气地对着柳如烟挥了挥手 柳如烟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记得宾客名单上好像没有你的名字吧 整个强盛酒楼上 都刻着关于我爸生日的祝福 而且在底下还能看见我妈的名字 以及我的名字 这一点压根就不可能作假 想要包下整个强盛酒楼一天 财力必然无比的雄厚 不仅仅是柳如烟惊呆了 在他身后的那些所有男闺蜜们 也都完全被震惊到了 柳如烟大不得就想要朝我冲过来质问 但直接是被一位黑衣保镖给拦在了外面 苏林 所以这半年 你是背着我偷偷成婚了 柳如烟整个人都想要来挣脱 黑衣保镖的束缚来到我的面前 双眸当中也满是震惊和难受 苏林 你不是曾经和我说过 要跟我结婚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 我们之间整整十多年发送的消息 难道你都可以忘记了吗 我一脸认真地看向了柳如烟 我对你的爱已经是给够了 还有我和若若不仅仅是结婚 我们已经是有孩子了 另外 我也不会像你一样 我说的每一句话那都是真的 我之前说过 我来医院是为了我爱人若若来的 压根就不是因为你的关系 至于你的联系方式 你可以看看 我已经是将你的联系方式给删除了柳如烟 在听到这里的时候 瞳孔地震 她颤抖着双手 快速地将那关于我的联系方式给找了出来 当在其中发送了一条消息的时候 出现的赫然是一个红色感叹号 突然之间 柳如烟猛的就是向前一冲 但却被黑衣保镖狠狠地压到了地面上 她突然爆哭了起来 苏林 别开这种玩笑了 这种玩笑并不好笑你知道 我最在乎你了 我最在乎你了 说着 柳如烟直接就是朝着后方的那些男规蜜们吼了起来 我与这些男规蜜们再也不联系了 我跟他们断绝联系 那些男规蜜们在四周这些黑色保镖的压力下 正又如一只小鸡仔一般瑟瑟发抖着 柳如烟在大声地吼起来之后 她又红着眼看向了我 我只是淡淡地回应道 你要是真的在乎我 在这个半年的时间内 你也就不会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 我在陪伴你的十年当中 我也向你表白过多少次 你从来都是拒绝 而且我为你做的也确实够多了 我已经累了 柳如烟 柳如烟的眼前快速浮现出我所做的一切 千里迢迢去摩都买肉松青团 为了她花光所有积蓄买所有高昂的咖啡豆 就为了找到一个能让她喝得下去的咖啡 对对对 你现在做的这一切 肯定是想要来刺激我 这样吧 你现在赶紧跟我做 我们这就去民政局领结婚证怎么样 我依旧是冷冷地看着柳如烟 你之前不是说你饿了吗 那正好 这里有点吃的 你可以吃完 就走 一位黑衣保镖 直接是将一块蛋糕丢在了柳如烟的面前 不 不 爸 柳如烟还在哭着的时候 林若若微微扯了扯我的衣袖 我微笑着对她点了点头 林若若是孕妇 像这么嘈杂的声音 还是少听为好 柳如烟 你就别在这演戏了 直接拖出去吧 几位黑色保镖强行拉着柳如烟 朝着门外走去 柳如烟则是拼命地扒着底下的红地毯 她双眸通红 眼泪水大量似箭而出 苏林 你不要这样 我只是想要来试探一下你的真心 我一直都是爱你的 但我太害怕你不爱我 所以我这才一直和别人打赌 就是为了来证明你爱我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你更爱我 苏林 是我贱 是我的错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柳如烟的手指头都已经是被拖出了红印子 她死死盯着我的脸庞 就只是想要来得到一个回应 我则是低头亲了清凌弱弱的额头 牵手背对着柳如烟登上了强盛酒楼的舞台 至于那些跟柳如烟一起的男闺蜜们 他们也全部都被身强力壮的保镖们 全部都拖了出去 在这一次的庆典结束之后 那些男闺蜜们则是想要先给我赔礼道歉 但是我们所居住的小区 是高档的别墅 那些柳如烟的男闺蜜们 足足在别墅门外坠坠不安地 等了有一天的时间 我才放他们进来 他们一进来 就整整齐齐地跪在我的面前 向我郑重道歉 这些男闺蜜们 也发誓再也不会玉柳如烟 撕混在一起了 我只是淡然地看了一眼 这些跪在我面前的男闺蜜们 我发现他们脸上 以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伤势 我看了一眼 在二楼上看着这一幕的林若若 我就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 林若若缓步来到了我的面前 她就这么依偎在我的怀抱当中 在这些男闺蜜临走前 我也得知了柳如烟最近的一些情况 柳如烟与这些男闺蜜 全部都闹崩了 她还被这些人给暴打了一顿 如果是曾经的我 再听到这个消息的话 那么必然会第一时间 带着柳如烟去医院 看看有没有具体的伤势 但是现在的我 心底早就已经是 一丝一毫的波澜都击不起来 伴着这些男闺蜜全部离开之后 柳如烟也曾多次想要过来找我 只是全部都被门外的那些安保人员 给来了下来 进都进不来 又是十来年之后 当我牵着林若若 以及我们的儿子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赫然在路边看到了一个 无比熟悉的背影 当我想要更进一步看的时候 那个身影就赶紧是捡起地上的碗 无比慌乱地就朝着小巷里跑去 我了然地叹息了一口气 年少时曾许诺山盟海市的青梅 早就已经是在时间的流逝下 彻底地消磨掉了 爸爸 我要吃蛋糕 儿子咿咿咿咿地指着路边摊位上的 一个精美的小蛋糕 我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那只能吃一点 不能多吃 我轻笑着开口 儿子疑惑地询问 爸爸 为什么 我只是对着玩我臂膀的林若若相视一笑 因为人也是会变的 在爱吃的东西 吃多了 也会不爱了 走吧 买完之后 该回家了 回家咯 儿子举起双手赞成 我挽着林若若 牵着儿子的小手 迎着璀璨的阳光走向了回家的大道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